地球上的冰川会完全融化吗? 2021年7月28日 负责观测欧盟所在岛屿的 欧空局哨兵2号卫星 拍摄了一组格林兰岛的卫星图片 从图片中能看出 格林兰岛周围大量冰层消融 冰川出现爆发性消失 嗨科普拉 闪电歌今天带来 格林兰岛冰川爆发性消失 史前病毒是否会苏醒? 比利时烈日大学气候科学家说 仅在7月28日一天内 就有近22亿吨冰融化 其中12亿吨流入海洋 10亿吨被积雪吸收 被积雪吸收的水可以重新冻结 继2012年和2019年后 这已经是格林兰岛自1950年以来 出现的第三大单日冰川消失 这是什么概念呢? 打个比方 这次冰川消融产生的水量 足以让整个美国佛罗里达州积水量 达到5.1厘米 22亿吨的单日熔冰量 虽然不及2019年创造的记录 但是本次的活动覆盖了更大的区域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 冰川融化后 海平面会不会上升? 我们在学习初中物理时 也许做过一个实验 在一杯水中放一块冰 等冰块融化后 杯中液体的高度 是否会有所上升? 结果是不会 所以很多人就认为 冰川融化导致海平面上升是骗局 这种想法有一个误区 实验中使用的冰块 是用淡水冰起来的 根据阿基米德福利定律 100克的冰放进水里 上升的水位体积 就应该有100克 同样的 化在水里的水量 也应该与上升水位 一样同为100克 但是冰川中流出来的水 是淡水 而冰川下方的海水 是咸水 淡水组成的冰川密度小 冰川融化后密度会增大 就会增加海水的体积 即便是分布在南北两极陆地上的 非浮冰冰川融化 海水体积也会增加 总结来说 冰山融化后 体积比同样重量的海水体积大 所以融入海水后会使海平面上升 所以格力兰冰川融化 海平面上升已经是必然结果 具体上升了多少 还需要进一步勘测 那么地球上的冰川是否会完全融化呢 如果融化了会发生什么 2019年 联合国政府兼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发布了由104名科学家联合撰写的 《气候变化中的海洋和冰冻圈特别报告》 报告中提到 海洋和冰冻圈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持续变化 到21世纪末海平面最高或上升2米 将会将纽约和上海这样的低海拔城市淹没 在2005年到2015年这10年间 全球平均海平面上升速度已经达到3.6毫米 南极和格力兰地区的冰川加速融化 就是造成海平面急速上升的主要原因 以年来计算的话 冰川融化的速度和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很慢的 但是以100年来计算的话可能就很快 根据推算 如果全球的冰川全数融化 海平面大概会上升60-70米左右 如果海平面每100年上升2米 可能最少需要30个100年 冰川就会全部消融 到那时候 我国华北和华东部分地区可能会被淹没 而华中地区可能也会成为沿海城市 而且 冰川融化 我们要担心的不仅是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还有在冰川中藏了上亿年的史前病毒 冰川消融后 永久冻土层也会开始融化 当环境温度一直维持在零度以下时 土壤中的水分就会凝结成冰 将土壤冻结在一起 形成一层坚硬的冻土层 冻土层就像一个天然的大冰箱 会将几万年的生物遗骸冻住 同样的 遗骸和土壤中的病毒也会被冻土封存 永久冻土层融化后 远古病毒可能会随着融化的冰雪 重新进入自然界 一般情况下 病毒在低温下能够保持活性的时间是有限的 在冰川和冻土中动了这么久 即使存活也很难对生物体造成威胁 但有个别病毒具有很强的耐性 比如曾在2015年爆发的碳居病毒 当时西伯利亚冰川融化露出了史前冻土 人们在冻土中挖掘出了一头巡鹿的尸体 这头巡鹿尸体暴露后 体内的碳居病毒就扩散开来 感染了周边2300余头巡鹿 导致约100人住院治疗 其中一个12岁的男孩死亡 碳居病毒又叫碳居牙包杆菌 它会在必要时形成牙包 而牙包相当于一个休眠体 形成休眠体后 它对外界环境的抵抗能力就大大增强 耐热 耐冷 还能抵抗化学药物 冰川融化 外界环境温度上升后 牙包就会苏醒 恢复其活性 而且碳居牙包杆菌在形成牙包后 会存在于环境的土壤中 食草动物在进食时 可能会接触到带有碳居牙包杆菌的土壤 食草动物又是碳居的天然宿主 进入其体内后会形成繁殖体 然后大量繁殖 最终引起宿主败血症 甚至休克死亡 动物死后 碳居杆菌又会通过口 鼻 肛门等出口 排出体外 继续伸入土壤 形成牙包休眠体 如果肉食动物和人类 务食了带有碳居病毒的动物体 也会引起体内碳居病毒爆发 出现不同的症状 人类感染碳居病毒最常见的症状就是皮肤溃疡 主要发生在面部 颈部 肩部和手部等容易裸露的部位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皮肤碳居 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肺碳居 肠碳居 脑膜碳居等疾病 碳居病毒还算是人类已知的病毒 如果出现前所未有的病毒将会带来更大的灾难 冰川中可能藏着一些灭绝了其他人种的人类病毒 如果这些病毒复活 人类肯定是没有抵抗力的 假设它的传播速度很快 那么给人类带来的将会是灭绝式的打击 专家认为冰川融化导致病毒爆发 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带来全球性的人口灭绝 类似于小行星撞地球 以人类目前的卫生防疫水平是完全无法应对的 一次又一次的冰川消融提醒着我们 全球变暖越来越严重 气候异常问题也越发明显 特别是2021年在全球各地出现的异常极端气候 更是在给我们发出警示 格陵兰冰川融化的一周后 巴西有43座城市都出现了罕见的降雪和冻雨天气 巴西大部分地区属于热带气候 只有南部少数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 横跨赤道的巴西即便是在冬天也是很少看到降雪的 更别说在夏季 很多中年人都表示 这是他们这辈子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家见到雪 而北美却在6月遭遇了极端高温天气 几个北部城市的气温都飙升近50摄氏度 美国内华达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交界处的死亡谷 温度也飙升到了52摄氏度以上 极端高温在北美创下了近300项高温记录 超过1000人因高温猝死 是往年猝死人数的3倍 亚马逊地区洪水暴涨洪灾袭了周边多个国家 中国的多个地区也出现了罕见的极端暴雨天气 多个地区突破降雨极值 造成的洪灾影响了近亿人 极端气候总是在刷新着我们的认知 但也好像在提醒我们该好好保护地球了 北极冰川比我们想象的脆弱 减少碳排放 保护大气层已经刻不容缓 既然我们这一代人已经明显地感知出了地球的异样 就应该尽快采取措施 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承受这代人种下的恶果 你认为地球上的冰川有可能完全消融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了 我是闪电歌 我们下期再见